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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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深架工 食品清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助力腾州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腾州被命名为中国中小机床之一 中国工艺玻璃之乡 是全国化工新材料及精细化工基地 这里民贸联风提筹卧业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建 国家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被誉为中国马铃树之乡 这里服务业防荣活跃 作为苏鲁物馆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 腾州吸引了万大广场 红星梅台龙 大略发 等一梯提影商家 纷纷落库 腾州着力打造创新之城 智慧之城 突出创新驱动 加快双招双引 优化服务环境 正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要素有效聚集 围绕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中小机床 玻璃身架工等产业 依托我是八大优势产业 发挥在腾客商资源优势 着力引进一批研链 补链强烈的外资项目 成功搭建中科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联盟 北理工鲁南研究院 北航机床创新研究院 等一批创新平台 高端人才分治踏来 中国建材 国科控股 联想控股 新闹集团 等一批五百千企业 落户于此 腾车已逐渐成为一个创新人才的新高地 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之城 新业保抑创富中心 这里 一居一夜 民风淳朴 是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今日腾州 既传统又新锐 既古老又年轻 既自然率真又华美優柔 惬意的空间 赋予城市 独具特色的品质与内涵 孕育了 兼爱包容 诚实守信 开放创新 敢为人先的新时代腾州精神 全力打造美德腾州 文明腾州 富强腾州 奸相爱 奸相利 尽者悦 圆者来 历福时代新作表 腾州人正满怀赤诚 期待与四方来客 携手并进 共同迈向 更高 更远的未来